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這集的運氣法則,我是龍振天 我延續上一集的話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如果大家未看,可以先去上一集的短片 就是講窮人的一些心態,我們只要擺脫窮人心態 我們有機會成為一個婦人,持續有婦態的心情 所以我經常講,潛意識很重要 節目開始之前,也麻煩大家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有個小鈴鐺,按這個小鈴鐺 每一期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就like我這條短片,share給你的朋友 如果有些甚麼你想告訴我,有甚麼想法 歡迎留言給我,我會回覆你的 我們接觸上一集的話題,我們繼續 上次我們大約說了,總共有六個心態 這些心態不是我作出來的 這些心態都是我集結我過去這麼多的客人 窮人的心態,富人的心態,我集結了他們的共通點 我主力就分享,有甚麼心態真的要不得呢 很多人不應該是這樣的,命運不應該是這樣的 不過看他的八字,指微斗數,不錯的 為甚麼現實就是這樣呢 很多人有個誤解,說我八字好,指微斗數,星盤好 我一定有錢,不是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因為先天的東西是先天比利的東西 等於怎樣呢 我經常都說,你這樣很容易理解 你本身是一個健康的身體 正正常常使用你的身體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又暴飲暴食,又不運動,又煙,又走 然後到最後搞得我肝硬化,然後你又很奇怪 不是的,我本身是健康的,醫生 為甚麼我會搞得我肝硬化 你每天晚上都煮兩枝白蘭底 一個禮拜六天,煮了五年 我有客人就是這樣 他不是難喝酒,絕對他不是難喝酒 他有一個很穩定的家庭 只不過他的工作是做一個銷售 他做銷售,經常要應酬 晚上就要應酬,老闆一定要應酬 他的客人一定要喝酒 他真的每天都要放兩枝白蘭底 第二天又不夠睡,兩、三點 第二天又六點多起床又上班 長廁下去,做了幾年,五年左右 然後覺得很不舒服,然後去做身體檢查 醫生說肝硬化很危險 肝硬化有一半,硬化了,回不了頭 他唯一就是要吃藥壓著他 第二,一定要不可以再喝酒 最後他就辭了一份工作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 你先天是好的,你後天一定好 不是先天好,固然值得開心 但後天你都要懂得去利用那樣東西 盡量去發揮 所以我們一定要後天培養一些正確的思維 我們才可以好好利用先天運勢給我們的優勢 才可以去發揮 上一集講了三件事,大家記得嗎 第一,就是你的學問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計謀地 不同的階段要去學習不同的東西 第二,就是你原生家庭影響 我很多客人都受到這一方面的影響 後天都要很努力,才可以擺脫 因為潛意識其實是最難改變 我記得我學期之的時候 因為最初學了一些錯的東西 已經有一個固有的思維 你要去擺脫這些思維 因為你已經成為一個習慣 潛意識就是做這些事情很難去改變 都要有一段時間很刻意很努力 要想很多方法才可以去改變 第三,就是不要短時間 我們一定要看一些長遠的 我們不要被眼前的東西困住 我有很多客人就是 他們遭受眼前的事情 可能發生得不太好的時候 他們遭受到一個打擊 我們不要這樣,我們要遠視 我們要眼望將來 我們要望將來什麼好的東西 如果將來暫時沒有好的東西都不要緊 我們有計謀地去改變自己的學習 我們自己要有一個轉變 而令到將來好 我們要眼望將來,不要太短時間 好了,接著 今天我就分享 餘下下來的三件事 第四件事 就是怎樣去花錢 怎樣去使用你的金錢 使用你的財富 這件事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我發覺身邊有不少的客人 都很難找到錢 但他找到錢 因為沒有一個理財的計劃 而好像在生活上亂花錢 就是覺得眼前的財富 永遠都是這樣 不要緊 現在夠吃夠洗 不用儲錢 沒有什麼計劃的理財 其實一段時間過了之後 過後只會很後悔 當人家退休的時候 身邊的朋友 各樣的同事 退休的時候 自己還在那裡仍然逆逆 仍然沒有什麼計劃 每天好像有倉鼠 在那裡不停奔跑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理財計劃 還有你一定要審視 每一個月你要審視自己的支出 現在我自己都很有計劃的 我會去看自己的支出 因為我個人比較大方 理財我亦都不是特別厲害的 但應該在過去的一年 因為我大概三年前 我做這個網上課程 大家都看到很成功 很多網上課程 多謝大家支持 我用很多不同的平台 我要光顧不同的公司 我真的數不到 最初我想沒有六十間 怎麼都有五十間 這個又要光顧一下 那個又光顧一下 給年費 有些幾萬元 有些幾千元 有些幾百元 月費、年費 什麼都有 很亂的 因為我一心想大家好 一心想我的平台 要正 我要加這個功能 或者我要有這個東西 我要方便大家 我從來沒有去衡量 那些東西 實不實用 用了之後 其實有一半的東西 是不實用的 但不實用又怎樣呢 我沒有理會 算了幾百元 年費一年都是幾千元 下年才算 日積月累 其實都是一條數 所以我正向心理學課程 我經常都說 請師傅吃一頓飯的價錢 完全是掩蓋不到價錢 因為每個月 其實給的費用 非常非常巨大 大到你想像不到 不要想著說 搞的價錢很便宜 錄員 不是的 錄員放在那裡 有很多維持 很多不同的平台 你要付錢 於是 我應該是兩年前 我開始做計劃 我寫下每一樣東西 我現在光顧什麼平台 給多少錢 值不值得用 到底有沒有用 有些我付了錢之後 根本沒有用過 完全沒有關注過 但仍然我都很光顧 接著我就花一個 下午的時間 我就去取消 有一半的服務 我取消 那裡其實是一筆帳 如果你把那筆帳 儲起來 去買樓給首期 我不敢說 但應該都可以是一筆錢 可以再去投資 再去做其他更多有用的東西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怎樣去使用你的財富 你定期要評價 最好你不用每天評價 你不用坐完地鐵 這程我應該坐地鐵 這樣就太明顯了 以及不切實際 每一個月下來 交通多少錢 通常是醫食住行 現在其實都有很多 很有用的理財軟件 我都建議大家用這些軟件 一目了然 更加好一點 直接連連你的信用卡 真是很厲害 大部分你最好沒有用現金 用信用信用卡 的時候 你月底那筆帳 幫你整理我的分析 非常非常好 有計謀 去看看你怎樣去用你自己的財富 短時間你不覺得 但是長久下來 就是一條數 以及會影響你的人生 因為如果你的理財觀念不正確 其實是直接影響到你退休的年紀 甚至乎去到退休年紀 退不到休 老年沒有一個積蓄 很多問題 另外有一個客人 我幫他看風水 看了很多年了 十幾年了 每年我都會看 看到麵 我發覺它是一個很大的特點 它家裡很多東西 全部都是貴的 但是我看上去 有八成是不等小的 就是最常見 我以前也是 這裡有一個盒子 一個盒子 最常見的電子產品 有什麼新出的電子產品 Laptop Mouse Keyboard 什麼都好 總之一大堆 它家裡全部都是那些名牌貴的 喇叭可能有五對 有四對還未開 就是那種 而那些喇叭不便宜 可能幾萬元一對 他的職業當然不差 他是一間跨國企業公司高層的CEO 我真的有一個領會 原來一個跨國公司的CEO 可以這樣花錢 他是怎樣 他的家庭 小朋友比較多 很熱鬧 我輕輕地幫他計算 他每個月支出 他沒有二十萬下不了樓 我還未計算他自己去買其他的東西 我在想這個人怎樣退休 他將來的計劃是怎樣 其實很大問題 當然我沒有直接跟他說 因為男人跟男人很少去 尤其他是我的客人 我很難直接去評論他 但我心中都暗暗地在想 每年見到他都更新一次 情況都是差不多 未至於負債的 但亦都不會有錢證 絕對絕對 我看他的花費 絕對不會有錢證 當然如果你說 小朋友公書教學生活 沒得說 但人要維持基本生活質素 其實不難的 其實不用太多錢 你省地 你晚上買過差不多過期 麵包三元過 你買夠三個都是九元 這樣可以吃一餐 即是你要維生 基本生活 其實不難的 只不過他這樣去洗 我覺得洗得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太太我都認識了很多年 他太太絕對是一個洗腳不抹腳的人 我見他太太每次都用不同的手袋和錢包 很多這些女人物 一大堆的鞋子幾百對 又是這些 又令我體會到另一個道理 如果是結婚 拍拖也好 你身邊的伴侶對你影響真的很大 你一定要找一個真是理財 你不要說超長 不要說絕頂 但起碼都找回一個 不要太離譜 如果他能夠幫到你理財 就更加好 最好有入務出 最好一出糧 老公付錢給老婆 老婆便可以幫他運用 我另一位朋友 兩位老婆 老婆很本事 他的理財厲害到不得了 老公生育當然不差 但也絕對不是那些 跨國CEO 即是高薪 不是那一類 他就出糧 基本開支是自己 衣食住行 不得多錢 然後給他太太安排 持家有道 他太太真的可以 把他老公的收入 由零 變了一棟樓 自己住 買了一棟樓 投資 再買多一棟樓 收租 買了一棟樓 到最後五、六棟樓 然後到海外 這個情況不是偶然的 這個情況 如果是我身邊的客人朋友 我起碼見過六、七個 所以也都印證了 身邊的伴侶 是很重要的 他有沒有一個理財知識 如果你是男生 你要留意一下 你身邊 你現在認識的人 或者你未拍拖 你真的要找一個理財 可能真的好些的人 他真心幫你維持這個家庭 如果你是女生 你就想想自己有沒有一個 這樣理財能力 起碼不要太離譜 我部份客人都是這樣 找我做感情諮商 他們說 師傅 我想我老公給錢給我 給錢我管住 還是各樣的 但我老公和我的財政很獨立 各樣的 但當我詳細了解的時候 其實你理財都不怎麼樣 你老公怎麼會給錢你管住 你自己都搞不好 所以這個是自己要想的問題 我覺得 這件事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你怎樣去想一下 你那個錢 你到底怎樣花了 每一個月 如果是窮人的心態 沒有計劃的 見到就花了 見到就花了 整個整個畫面看不到 因為他沒有這個思維 所以要擺掉這個思維 最好就是有一個理財計劃 下載一些apps 你記錄了兩三個月 你大概看到了 醫食住行大概分配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會說 我為什麼買了幾萬元衣服 都不合比例 佔了我的人工可能七十 或者買一些 剛才我說的麥包包 那些東西 又可能佔了一大部份 為什麼我吃這麼多 原來餐餐又去米芝蓮 三千元一個人 一個月 六七餐的 跟朋友去 那些無謂錢 我覺得可面則面 我自己一個原則 無謂錢我都會花的 或者說很貴一餐 我都會去 不用每天去 你一直去一次 總之別人去過 你又去過 米芝蓮三星說 我不用每天去 我都去過 可能去過一兩次 已經回答上一個話題 類似是這樣的 很重要 第五件事 你想想 你有沒有專注 你現在的事業 你的事業 你的工作 工作就是賺錢 直接和你的錢銀有關 窮人心態就是怎樣 我因為沒有錢 所以我迫於無奈去打這份工 你聽一下這句說話 裡面真的有很多大道理在裡面 富人心態 有錢人的心態 從來不會這樣想 富人不為錢而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有錢的人 永遠他的工作 著眼點不是錢 你看看李嘉誠 當然現在退休了 他的生活是怎樣 他的生活很樸素 那些電子錶 他戴幾十年的衣服 永遠都不用 剛才企利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他為錢而工作 一早就不用為資源工作 為什麼他仍然這麼積極 他工作投入 比任何一個人更加投入呢 因為工作就是他的樂趣 我們一定要在工作 找到一個樂趣 所以如果你現在的工作 你自己想想 你的工作 會不會就是 根本都沒有心機做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為了錢我才上班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為什麼 你那個工作 你永遠投入不到 你做得不好 你生產力 你不會夠強大 人有熱誠 有心機 沒有心機做 那個產品 可以差十倍 你一定要落在其中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平台 我課程 天賦知識技能 我之前分享過不少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平台 以及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 真的要不得 你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千萬不要說 我為錢工作 又或者對那個工作 是沒有歸屬感的 你永遠投入不到 永遠做得不好 譬如我這樣 經營 我現在叫做一些生意 現階都不是生意 這是我自己的工作 算命 諮詢 網上課程 幾樣東西 結合而成 那網上課程 那網上課程 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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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我做這些 就算是免費 我沒有收錢的工作 我會比起任何一個有收錢 可能我可能是作家 他要寫稿的 或者編輯要寫稿的 我比起他們更加投入更加熱誠 為什麼呢 我真的 你要找對你的工作 你一定要花一個很巨大的心力 例如我錄課程 正向心理學大家有看過 你會看到我很熱誠 我錄課程我眼淚留不少 因為那個階段我真的覺得要感染大家 我要有一個正能量 完全不是想為錢 當然為錢就得一口燒 如果你看回課程的價錢 真是便宜到沒得再便宜 價錢也掌握不了 經營那個月費嚇死你 遠超過五位數字很多 是很貴的平台 不是賺錢的工作 都可以做到這麼熱誠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有 因為有些人會說 這個師傅很假 你說這些 哪裡有人這樣 你不要這樣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你對人生的思考實在太膚淺了 一想你就明白了 我用邏輯跟你說話 我用理性跟你說話 你想想一些義工 為甚麼義工要去做 義工需要錢嗎 你先回答我 義工不用錢的 你覺得義工去 他有沒有熱誠 當然有熱誠 因為他根本都不用報 他自己要去報 有些義工欠著做 你想做都不能做 要排行半年一年 才有機會讓你去做 為甚麼那些人那麼熱誠 因為他在工作得到一個滿足感 他落在其中 他在裡面得到一個快樂 如果連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都想不到 以及曲解別人的意思 你的思維真是很有問題 不過我相信 你在看這個節目 你都不會的 你一直看我改師改運 你的心態很好 你培養一個正確的心態 你的潛意識不停在那裡成長 不停向對方向做 所以為甚麼我有很多客人 網友跟了我的節目過這麼多年 過這麼多年 真是好 不用錢 定期 高質素 一定是對的 因為我的東西是全部是邏輯 你可以說不對 你不對 你要有一些理由 譬如說 這個師傅甚麼好價 他不用錢 他怎會用心做 不是這樣的 第二句 為甚麼他不可以用心做 解釋不到 不是一件事 你不用錢 不會用心做 不是 再去到工作 工作就更加 你賺錢 你賺錢得來 其實你更加 你要投入 譬如這樣 你會不會去做 因為過去 很多客人 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最常見是甚麼 做一些獨立的 例如甚麼 美容 修夾 剪頭髮都有的 最多最多就是美容 他們怎樣呢 美容就是去一間公司 可能不大的 可能只是小小間 可能老闆自己也是女生 他也有些客人 可能請一個幫手 又拆帳一起做 當人少的時候 他變了很多東西 他要去參與其中 他妹妹就是 我甚麼沒錢才做 不是的 有一個遠大的計劃 記不記得我上一集說的 窮人心態 不要短視 他有長遠計劃 他真的不是這麼眼淺 說我在這裡做 做退休 不是這樣 他會想 我將來 我可以自己開一間 當人少 他變了很多東西 參與其中 他租過店 市場 客人 很多主動下手下腳去做 他不會因為打工 而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不停望著我 飆收工 你想想我 我現在工作 我不會說 下班了嗎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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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了 當我 box了 再分析 我做工作 他的工作 他是將車子 想幹了 掛行 зап 100% 接收工 就會走ığ 知,龍大利 打工 你nies 是 因為你每次去做 打工 經濟 一定要用 打工 打工 工作 只是通過 舉例 譬如你現在做一個辦公室 當你做辦公室的時候 你其實眼睛要向上望 你要看下你的老闆 譬如會不會是一個經理 做經理就看下部門經理 到底他是做甚麼呢 你要模仿他的思維 你要當是自己的一個事業去營運 你銀行也有自己的生意 譬如去做一個優勢 譬如去Ibank 投資類似是這樣的 你都會當是自己的一個生意去營運 做一個營運也行 你是一個營運的頭 可能銀行也有很多 整個營運的頭 一個頭看幾十個人 你會當自己的部門是一個生意 你為甚麼調配人手 你的系統有沒有問題 怎樣可以做快一點 公司或者部門的那些方法 有沒有問題 有甚麼可以方便同事去做事 你都可以有這些思維 你投入參與其中 你便會成長 定環社雖然是營運的頭 但都是等於收工的 都是完全無心亂戰的 沒事發生就不要理他 任由他就可以了 這樣的心態永遠不會成功 所以一定要當是自己的事業 如果你現在的工作 你不當是自己的事業 你很厭惡 你的工作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這個時候要怎樣 你真的要想改變方向 去到這個位置 會不會想到轉工 轉型 有些甚麼你可以做 有些甚麼你做得更加好 有些甚麼你更加有興趣 所以就很值得自己去想 好了 最後一個心態 亦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心態 跟潛意識有關 跟正向心理學有關 就是怎樣呢 窮人心態永遠只是著眼於 不停去不滿現狀 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不知道不要緊 你下次跟朋友出來吃飯見面聊天 你身邊的同事 你留意一下有沒有這些同事 一定有的 因為這個社會上 佔了七成的人 都是抱怨自己 因為七成的人都是窮人心態 做事不成功 他們都會抱怨自己的工作 每次吃飯出來就坐下 哇 工作怎樣不好 對自己怎樣刻薄 薄薄 薄薄怎樣低 那些東西怎樣多 甚麼甚麼甚麼 很悶啊 不要說這些 好不好 與其說這些 不如你再說第二句 你怎樣去改變自己 你有甚麼行動去改變自己 這些人九成九九沒有第二句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改變自己的 他們口都會說 我要找一份工作 我要辭職 他們永遠第一句 永遠沒有第二句 你辭職你辭甚麼 你找甚麼工作 你有沒有去找工作 你有沒有去找工作 你過去一個月你有沒有去找工作 你有沒有發過CV 你見甚麼工作 你到底想法是怎樣的 你既然說這個工種不適合你 你為甚麼轉工 你又會找同一樣的工種 她的潛意識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 不要再每天去抱怨自己的工作 不要一收工 我份工作怎樣不好 跟朋友聊天 我份工作壓力怎樣大 不要這樣 富人心態怎樣呢 富人有沒有壓力 當然有壓力 富人心態正確的心態 我也會的 做事是否辛苦 當然是辛苦 我錄那個正向心理學 我多辛苦 一天十六個小時 十七個小時 專注在剪片後期製作平台 要確保每一樣東西沒有出錯 我的壓力真是多大 即是臨去開啟 那一個禮拜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每一個課程 最後一個禮拜真是最忙的 要將可能十幾樣東西 加起來 而成為一塊東西 而到最後我按鍵 就是推出 一推出就回不了頭 那些什麼Payment Gateway 背後後台製作的東西 各方面都回不了頭 壓力挺大的 但有壓力是好事 不是說有壓力 你做得不好 不開心不是的 人都要適時 都要有些壓力 最重要是 你投不投入到你自己的工作 你有沒有當作是自己的工作 而不是抱怨 我抱怨什麼東西 我自己的東西 不用抱怨 你抱怨就不做 就放在一旁 不會這樣的 驅使我就是你了 就是現在看這條短片的你 你給我一個原動力 我有心機 我為了你 我錄下去 我頂 每一樣東西都是我頂 程度龍時持續下了十年 我們一起頂 我們每個星期錄好節目 其實都不辛苦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每個月見一次 我們錄節目 吃飯 更新的 很開心 見好朋友一樣 所以大家好好想一想 這六個重點 每一樣東西都要客觀去審視 現在自己的狀況是怎樣 你有沒有這些窮人心態 如果你有這些窮人心態 你真的盡快盡快 你要去剔除這些窮人心態 剩下來就是成功的 康莊大毒就等著你了 最後提一提大家 訂閱我的頻道 隔壁的鐘仔 按下鐘仔 下個星期就會有短片通知大家 記得Like我這個頻道 Share給你的朋友 有些甚麼想法 留言記得告訴我 這個星期節目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